大家好我是明仙 是个第一道的福建人 今天用鸡胸肉做一道下酒菜 首先准备5块钱的鸡胸肉 先横着切 再竖着切丁 切好放碗里 调入一勺料酒生抽 少许盐 胡椒粉 紫蘭粉 一勺辣椒粉 淀粉 用我的右手充分的抓拌均匀 再腌制20分钟 然后准备干辣椒花椒蒜 把蒜用力拍散 再把它切碎 切好放回盘子里 干辣椒切两段 切好也放一起 锅烧了倒入多一点的油 油温6层的倒入腌制好的鸡胸肉炸 把鸡胸肉炸 用筷子把它划散 中小火慢炸 把它炸至外表金黄即可 搓入腌制好的鸡胸肉 炸至腌制好的鸡胸肉 把鸡胸肉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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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更香 鸡肉不够 花生米来搓 把它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出锅装 漂亮的盘子里 鸡胸肉板的腊子鸡丁做好了 外酥里嫩香腊入味 是一道特别不错的下韭菜 这样来一盘我能喝三瓶啤酒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哈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不喜欢也可以关注 我们明天见